日本的教科书上不写南京大屠杀 我们的教科书上不写的东西怎么样 多了 而日本篡改的教科书 在日本的采用率不到0.1% 我们的教科书怎么样 人人都要采用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力 属于会史 你问我这个教科书上有多少东西是真的 低于5% 低于5% 你考完之后赶紧把它烧了 赶紧把它烧了 各家的一天都脏领屋子 我从来不往家带这书 扔车里 能不看尽量不看 纯粹都是活八道 你根本就不写 那些的右派到了黑龙江的冰天雪地的地方 你想他原来是教授 他原来是博士 你让他去干体力活 拿稿去刨兵 然后批打 咒骂 火石让他掺 虐待 这些人